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靜靜的來到你面前 在地海中我心安天 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靈 用你話語抑制我生命 地將憂傷變為希臘 將我軟弱變為剛強 耶穌因地我從心的力量 從憂傷著我的釋放 耶穌是地給了我自由 地留保險成為我成就 在你眼裡我看到溫柔 有你安慰陪著我淚流 耶穌的事我一生追求 我一選擇乾脆不回頭 在你愛裡我沒有愧疚 你捨滅我醉 使我溫絕的自由 靜靜的來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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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靜靜的來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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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靜靜靜靜靜的來到你面前 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 你将忧伤变为喜狼 将我软弱变为刚强 耶稣因地我初心的力量 从忧伤中我的释放 耶稣是地给了我自由 你留保险成为我长久 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 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 耶稣的是我一生追求 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 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 你舍灭我醉 使我完全的自由 静静地来到你面前 在你爱中我心安天 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 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 你将忧伤变为喜狼 将我软弱变为刚强 耶稣因地我初心的力量 从忧伤着我的释放 耶稣是地给了我自由 地留保险成为我拯救 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 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 耶稣的是我一生追求 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 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 你舍灭我醉 你舍灭我醉 是我完全的自由 耶稣是地给了我自由 地留保险成为我拯救 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 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 耶稣的是我一生追求 耶稣的是我一生追求 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 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 你舍灭我醉 你舍灭我醉 是我魂圈的自由 你舍灭我醉 是我魂圈的自由 一句话说得好 我们有很多的过错 常常就发生在我们的口中 圣经说 一句话说得好 一句话说得合一 就如金苹果 掉在银网子里 更显得宝贵 说的就是话语的重要 与宝贵 你怎么说话 会很影响别人的情绪 有一则故事是这么说的 他说 有一位住在乡下的一个老奶奶 好不容易 他盼着盼着 终于盼到了一个孙子 他马上的 就把他的金孙抱去给算命的看 这个算命仙 看了之后 只说一句话 哎哟 这个小孩 将来要靠女人吃饭啊 这个老奶奶 非常的忧心 回家 在路上遇到邻居 就告诉他们这件事 说那个算命仙 说我的 这个孙子将来是要靠女人吃饭的 哎呀 大家异口同声的表示 靠女人吃饭 这不就是吃软饭的窝囊费吗 哎呀 这个小孩肯定没出息了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个老奶奶听完之后 眉头 婴儿更加的紧锁 难过的不得了 这个时候 有一个牧师经过 看他这么难过 就关心他 问候他 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原味之后 这个牧师大笑三声的 对这个老奶奶说 哎呀 老奶奶你放心吧 你看着好了 三十年之后啊 你这个经孙 他可能就是一位出色的 妇产科医生了 啊 在这个牧师的解释跟开导之下 老奶奶终于破体微笑 从心的定义 刚刚算命先所说的话 是 我们需要学习正确的说话 才不会常常在 有意或无意之间 去伤害到别人 有一个女孩说 她的爸爸整天在家 很少开口说话 可是一开口讲话 就非常的尖锐 很伤人 所以她的妈妈 已经七十岁了 那个时候 非常感慨地说 孩子 我到现在 都还没有跟你爸爸离婚 我觉得我自己 其实蛮伟大的 是 你会发现 有些人 他们很少开口 可是一开口就伤人 因为心里没有爱 直话直说 所以就容易刺伤别人 或者有的人觉得 因为父母说话很直 所以他们就从父母的身上 学会这样的榜样 以习惯对别人讲话 很冲 有的时候这样伤害别人 自己还不自知 有一个太太这样说 有一天她因为先生骂她 说她 她心里很受伤 所以就在那里哭泣 难过 没有想到她先生竟然还问她说 你为什么哭 她已经很难过了 先生不仅不安慰她 还加把劲说 你怎么这么爱哭啊 哎呀 这些听起来都让人有一点难过 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说 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 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 言语的重要 如果你这个人 言语没有问题 就差不多接近完全了 只是真的很少有完全人 所以我们这一生 都要努力学习 说一句好的话 安慰人的话 鼓励的话 让我们的言语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房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